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机器对阵XROKE的第一局下半场 橙子这里的话一定得打破轮了 队友被打了一个四抓 然后这套阵容雕刻也打不了 所以一定是一个破轮 破轮打这套阵容我经常讲就是 这双地图有前锋有先知在 破轮是很难打的 但是硬着头皮上是昨天刚见过破轮四抓 但是那个击倒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就看这把橙子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前期节奏了 这个前期节奏80秒之内一定要击倒 击倒不了的话 这个局就会慢慢的走向求人者运营你了 前期你能够在60秒之内 比如60秒配合着闪现击倒 并且要挂上 就是能挂上不被前锋盖挂上的情况下 是你去运营别人 但是如果说时间久了 那就是别人运营你了 看前期的第一波节奏 抓的话我觉得除了前锋以外 可以选抓 找到宰宰 这个窗口 哎呦这个窗口 卡一手 贴边蹭上 好的不错 这边的话要不要起一个形态 切个形态丢个夹 他带的好像是个闪 带的是个闪 漂亮两根刺很舒服 两根刺这边下板子 砸头 我们看橙子的天赋什么 应该是一个底牌加张狂 这波停的位置不好 停车停在了一个板子 这边的刚好被砸了 昆虫再来推一手 这边直接起轮型态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边带的闪现 大家应该都能想得到 对吧 你这波追击应该是带的是个闪现 那么我这边先知的鸟 如果能顶掉你的闪现 你第二刀怎么追 它需要最好是夹子 看一下这边夹子 能不能封一个口 封住 漂亮 鸟给上 好的 那这样的话就闪现就厉害了 这个闪现就厉害了 我大不了再开一波 轮行态滚过去 有一说一这昆虫 干扰的其实还挺多的 干扰的其实还挺多的 击倒的时间的话 已经是80秒了 不过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这边过来 一刀没打住 这这这这困虫 困虫 这困虫好讨厌啊 18 18末呀 这这18各种赌 各种杠 把这个破轮的一个追击节奏压得死死的 这边一个洞 难受难受难受 祭司再一波拉开一个闪现身位 前期非常好的一个节奏 就因为这个昆虫学者 大家可以看到 大老师现在已经是偏向于求生者了 因为我给他讲了 就是80秒是一个分水岭 你在80秒之内击倒 求生者机子是不太够的 前锋来了 前锋来了 这里的话你闪现不太敢嚼 闪现 嚼完 好前锋 草哥这边过来 那只能滚一下 然后丢夹子封口 这边开尖刺 先滚一下 然后丢个夹子封个口吧 这里的话 这个位置 我觉得祭司得往外爬一爬 最好往外爬一爬 前锋这边 哎呦 祭司叫自棋了 那没了 这个局应该是一个求者保平真胜了 这波自棋一拖的话 整个节奏已经是崩溃的 当时我觉得这边滚到一下前锋以后 他拿一个夹子封口 然后牵起来 前锋要拉球的话 其实难度还是蛮高的 现在这里滚两下 背关爆 爆完以后再挂上外面三台机 四台机了已经 背关爆一手到二阶 这个局已经翻不了了 已经翻不了了 他这边就 就只能不挂人 然后出去要秒掉一个人 并且压住一台遗产机 而你压住一台遗产机 其实也用处不大了 外面大不了重新修一台 这个祭司 我们摸起来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十八的昆虫 真的 他的那个昆虫的感觉好 他的昆虫 前期保护队友的那个感觉好 这里的话应该是把昆虫拉走 不要让你白打 对吧 留着这昆虫 我们待会说不定还能二六呢 差了一台 外面大不了重新修一台 祭司状态补满 前锋这边的话想要守下来 理论上面是有可能的 但是可能性很低 就是你发生的概率很低 这里昆虫来挡一手 这里昆虫来挡一手 配合着人来救 现在的话前锋拉球 过来把人直接捞 然后昆虫应该是倒墓地 手这边的机子 其实没有用了 为什么呢 这边就是你是一个插眼 你插眼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这边没有办法去挂这个昆虫 你把这昆虫击倒了 前锋往那一站 你怎么挂 所以说这边的机子其实也没有必要守了 或者说也是就已经守了已经没有用了 就是现在穷者两边修对吧 两边各一边各开一台 橙子已经守不过来了 已经守不过来了 这里的话夹子 剧本都写不了 这个局翻不了 这局是翻不了 最多最多一个宝瓶 因为祭司有一个教自己 所以说最多有一个宝瓶的机会 就是把祭司留下 然后在外面再留一个人 然后把下人赶走 这样的话有可能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其他的三抓什么都不太可能 一刀震慑 这波震慑倒是也打到一些东西 但都是没上过挂的 你说这个震慑的如果是个昆虫学者 我这边将昆虫学者挂上了 你就下来 我是一个上挂飞的人 那又好一点 这里的话穷者好像也不是特别急着 想去把这个机子给蹭开 先等前锋到位 然后前锋这边 哎 这前锋 这 有一说一 这波 这先知教自己 赶紧修 这波其实节奏打回来蛮多的 但是呢 他不足以将求生者的什么的 脊梁骨打断 就现在呢 伤伤在哪里 伤在皮肉 他还没有伤筋动骨 就是你其实是伤不了筋 这边悲观 爆 又是一个教自己的 要挂 挂到密码机旁边 但机子还是好了 机子还是好了 这边机子好了就行 机子好了就行 机子好了 昆虫来救一波人嘛 就是现在就 就蠢子这边 确实打到了很多东西 但这些东西呢 对于穷者来讲 就是皮肉伤 你只伤在了皮肉 没有伤筋动骨 对吧 唯一稍微动到一点骨的 就是先知教自己了嘛 这边祭司教自己了嘛 对不对 但是那祭司有动啊 这先知可以吸鸟呀 这局估计 哎 夹注 好的 好的 不错 教自己的 可以 那这样的话 有可能 要保平 有可能能保平 这里 先找前锋 前锋的话 球很多啊 这里 前锋可以等你 切完形态以后 我再拉球 这样的话 球就不会被打断了 找昆虫 找昆虫好 找昆虫的话 相对来说 这这这 前锋还想去 前锋应该是勾引你的 这前锋不能管 他要 一定要找 那这样的话 你这边 前锋拉一波球 祭司 先摸 再说 这边 封走位 前锋能留下吗 一刀 没打住 悲观爆了 爆了以后 再滚一波 再滚一波的话 下一个悲观 三十秒 前锋这边 反正祭司 起不来 你也跳不了地窖 门这边给你封了 我觉得 穷者可以走了 平就平了 平了拿五分可以了 不要再来打了 再打 再打嘛 就有风险了 五分其实够了 硬要打嘛 也能打 硬要打也能打 这边拉大洞了 拉大洞 两个人能走 好像是个三跑 是个三跑 草哥这边 还是扛住了压力 拖了一个足够的 足够的一个时间 完成了一个三跑 这样的话 是一个八比一 七分 我现在过了 转发月